歡迎收看波羅說看懂仔 記得訂閱喔 今天的這個主題 我們要來預測今年 59金鐘 戲劇節目女主角獎的預測 大家好我是Darren Darren是我們之前群人的業務 現在主要是管理木星的部分 還有一些其他人 這是沒有動載 為什麼今天會邀請到Darren 而且是Darren來整個主導這一切 是因為他自己的頻道 他其實已經預測今年了 我5758都預測了 59就是現在要拍 對 但你5758有中嗎 57應該是女主女配都中 58有點忘記了 然後59呢 我跟你講一切都是注定 金鐘獎公布入圍那天 我們在一起工作 對 我早就知道要公布入圍了 我想說我今年還要拍 你也知道我今年就是沒有什麼在更新 一宮不入圍 然後董仔在我旁邊 我看一看那個名單 哎呦 滿有感覺的 而且為什麼我會想找董仔 因為我們的戲路很像 我有醉去 董仔大部分也都有 幾乎 而且不管是韓劇 台劇 或是偶像劇 什麼也有可能 今年我想說好 那好像可以找董仔耶 對 然後因為在外加我覺得 剛好我自己的頻道 還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情 Darren真的很厲害 功課都他做了 我直接先把那個掌聲給他 為什麼我們都憑女主角 女配角 因為呢 因為 不好意思講 因為我也是女明星啊 對啊 因為你是女演員啊 我是女演員啊 我是女演員 哈哈哈 藝人我們可能只能說出 哦好帥 好帥哦 好帥 哈哈哈 他 只要帥就好 哈哈哈 今天呢 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戲劇節目的女主角 耶 那在我的頻道呢 會有女配角片 是的 那我們看完女主角 預測之後 也可以到Darren的頻道 去看女配角 那現在也跟大家報榜一下 這是入圍的有 方又欣的早點回家 他是在大愛劇場 大愛劇場 非常的厲害 郭雪芙的此時此刻 此時此刻郭雪芙片 是不是大家愛都不喜歡 很可愛 那同樣也是此時此刻的 還有賈靜雯 沒錯 再來就是 楊麗英的華麗繼承車行 以及楊貴妹姐的有生之年 那我們就從貴妹姐來講一下 有生之年 其實這部劇剛出來的時候 也是大貨好評 是 大家都非常喜歡 而且他們這次入圍的人超多 幾乎全家人都入圍 有生之年這部片 其實是想要帶大家來探討 活著這件事情 活著的方式有很多種嘛 看你想要怎麼活著 在你的生命中活成什麼樣子 有的人是為別人而活 有的人是為自己而活 很重要的是為自己而活 那楊貴妹這個角色 在裡面的高媽媽 就是男主角 吳康仁的媽媽 三個小孩的媽 三個孩子的媽 三個孩子也都讓人頭痛 面對她老公 老公好像去喜歡上別人 對 她還要開早餐店 或是早餐店的老闆娘 跟社區鄰居的相處 所以也是一個 很為別人活的媽媽 但就在剛剛董仔講的這個 疑似老公出軌的這個事件 讓她提醒你自己 欸 我是不是應該回頭看看我自己在幹嘛 那要為自己而活 我是不是要為自己而活 最後一段人生 應該要活成什麼樣子的色彩 就等於是這個角色 有一個很重要的命題 在我們等一下介紹一些 我們覺得經典的片段的之前呢 我覺得Darren可以再稍微 因為你剛剛有跟我科普說 這部片為什麼會是他的 或那部片是他的 是因為 評審看到的其實是剪輯過後的精彩片段 如果你是一個金鐘評審 三十部戲劇報名 你每一部戲都要全部看完的話 不可能 其實真的很難 每一個作品在報名金鐘的時候 他會要求說 你要剪輯怎麼樣的精華 幾集 或是幾分鐘的精華 所以他們呈現出來到評審前面的 其實不是完整的這個作品 所以現在就回過頭來講 我們等一下評選的方式會比較像是 因為我們都看過這些戲 然後我們可能會拿出一些 我們覺得 我們認為有可能會被拿去 剪輯進去給評審看的 所謂的得獎場 在這個得獎場裡面的表現 也有可能是評審看到他的表現 是 剛剛像楊貴妹姊 他這個角色 要跟很多很多不同的角色互動 比方說 他跟他三個兒子的 互動的態度 就不一樣了 因為三個兒子三個個性嘛 我覺得他在這個 跟每個角色互動的 轉換星雲流水很厲害 最想要提他得獎場 就是他有一場 跟高爸爸他決定要離婚 雲淡風雲說他要牽一牽 丟出去之後他就自己走出去 掌聲就走了 就是去公園繞一繞這樣子 就有一場戲是 190秒的這個長度 他一句台詞都沒有 他就是這樣走路 吹風 看看這公園裡面發生的人事物 有點微笑 有的時候微笑 有的時候想事情 有的時候他的眼睛裡面 好像有故事 讓你看到了什麼 這個也讓我想到 可能大概30年前 貴妹在拍蔡明亮導演的 愛情萬歲的時候 也有一個很經典很經典的 一直在公園走路走路走路 然後坐下來自己哭的那個 有一點像是跟自己致敬 那一段真的 大家看完你就會發現 他那個一下笑一下哭 好像又甜甜的 又酸酸又苦澀的 所以真的把他的那個 有生之年都融在裡面 楊貴妹 好啦 白癮她也不用拼了 以下略過是不是 那謝謝大家收看 接下來我們講楊麗英的 華麗計程車行 楊麗英在裡面演董娘的角色 這部戲有點像指人劇 就是在講計程車司機之間的故事 大概在2000年代的時候 跟老公一起開計程車行 拉拔兩個兒子長大 照顧所有計程車司機 那種很威風 對 我覺得他是一個比較 需要一點氣場 氣場跟要控制的這種角色 妳很適合演這個 我很適合要控制 對 他不是說我家裡吃飽就好 所有計程車司機 每一個家庭 假設60台 就是60個家庭 都是靠他在處理的 所以我覺得他那個尬值要讚 所以他本身那個氣場氣度那個尬值 本來尬角就做得很好 因為楊麗英本來就很適合這種 而且他還要去喬事情 然後你喬事情 有的時候也是要軟的 可是有時候也要很強硬的 他又是女生 他又想說我現在不能弱 可是我要跟你喬事情 那種東西就很好看 這個就是麗英姐 本來就表現得非常非常好 但我們想要討論的這個 我們認為的入圍的影片的部分 他就是反正跟他老公也是有點吵架 對 然後呢他就想要離家出走 他說好啊計程車我都不管 看你們能怎麼樣 跟那個女計程車司機 跑出去去市場吃東西啊 有點像是回歸到姊妹閨蜜的行程 而不是媽媽在看待老公 或者是老婆老公媽媽小孩的 這種感覺 我覺得有一點童趣 感覺好像他那個小女孩 或是小朋友的自己 我今天不用再扛事情了 我不用再當大人了 有一種追尋自由的感覺 因為之前老實說可能不自由 因為他必須被這些東西 方方面面綁住 但現在是可以自由了 他去做了什麼 他去市場吃自己想吃的東西 去學開車 然後跟老姐妹司機這樣打打鬧鬧 那段我覺得 你不要看他是打打鬧鬧 他那個呈現出來的喜劇輕鬆感 跟他那個童真感 我覺得 其中有一句台詞 他是說 我終於知道方向盤握在自己手上是什麼感覺 掌握自己人生的感覺 對 我覺得這句非常非常有意義 你方向盤有在你手上嗎 有 方向盤在我手上 我老公的方向盤 可能也在我手上 對 麗英姐跟桂妹姐講完了 我也有一個小小的反饋想要討論 在有生之年跟華麗計程車行裡面 你覺得麗英姐跟桂妹姐 他們是女主角嗎 欸 因為我自己覺得 如果我今天要看女主角這件事情的話 他這個女主角的份量 劇情裡面的重要程度 或是細份的多寡 我覺得都算是份量 其實這兩部劇啊 你主要看那個故事線 你會覺得好像是男生 他其實應該是有單一一個主角 有一點像是男生的那個角度 有生之年主角是不是吳康仁 最主要的主角 華麗計程車行 最主要的主角是草又你 我覺得的確你第一個想法 你想到的不會把他們去往女主角 對啊 可是我覺得這個就是 成功的男人背後一定會有一個媽媽 我覺得也有可能是一個考量的點 但是回歸到我剛剛講的 評審看的是剪輯畫面 他不一定會完整知道這個故事的走向 他有沒有到女主角的份量 我不確定評審有沒有辦法考量這點 那方又欣呢 他其實這次在大愛劇場早點回家裡面 他扮演的是林嘉莉的角色 我們熟視的演員林嘉莉 大概是林嘉莉他出生的一些故事 以及他遇到大愛 開始拍大愛劇場 開始可能大家比較認識他 開始紅了 然後知道他是誰 對對對 但是我們也要非常老實的說 這部早點回家 那個我們都在都沒有看 我們沒有看這部 所以我們就會不評 我們就不評方又欣 方又欣 如果跟我差不多同年紀 77 這最掛的那個時候方順吉 他前名叫方婉珍有沒有 小時候是歌手 想到那個星光大道第四屆第一名 對對對 應該是第四屆第一名 但我們也非常祝福 方又欣可以把金鐘女巨的這個獎項拿回家囉 接下來的兩部呢 我相信比較多人有看過 此時此刻 此時此刻總共有十集 每一集都可以單獨的看 但是這十集又有一件事情的連貫 其實你要說他其實是單集單集 他也很像 所以就會有人說 這樣此時此刻怎麼不會是去報迷迷劇集啊 現在的報獎的機制 他就是算你這部劇總共多長 此時此刻十集 雖然每一集都算單集 可是他全部加起來十集 算是此時此刻 所以他加起來就是超過六百分鐘 所以就會報戲劇節目 此時此刻的郭雪芙 你喜歡嗎 我很喜歡 大家都很喜歡 因為那一段他算是比較輕鬆 你不會覺得好像壓力很大 真的是你在看一個談戀愛 很可愛很放鬆的 然後會跟著笑 跟著他角色的劇情去走 此時此刻有點像城市愛情故事 也有一點點疫情後或是疫情的那個年代感在裡面 郭雪芙這部叫做 《戰一個晚上》 他飾演了 就是楊倩倩 是一個單親媽媽 對 然後按摩師 他在有一天 看到了一個外送員宅男的客人 就是劉俊傑 然後劉俊傑想要跟他做黑的 對 然後他就 因為很欠錢 然後他說 好啦好啦 然後他們就開始展開了一個 很浪漫的一個夜晚 就是談戀戀愛 在以前好像沒有那麼多人 討論過 對郭雪芙有沒有好感 或是喜不喜歡 嗯 我是說看戲的方面 可是這部出來 全部人都愛郭雪芙愛翻了 會覺得他很可愛 對 很真 其實之前我們看他的形象 也比較沒有母愛度 對 講到一點 因為之前可能是漂亮女生嘛 或是華人出場裡面比較 對 有個性的女生 但因為這次他是單親媽媽 他女兒也不小了 對 到國小的程度 所以他跟女兒的互動 我覺得呈現出很多真實感 不是像以前那種女友相的感覺 他遇到的這個人是 有一點聽障 對 聽障 然後他就必須去跟他溝通 互動 好像有點喜歡 又好像沒有的那個談戀愛的妖妖感 然後剛開始 因為這個角色剛開始就是 太不幸了嘛 就是又欠錢 然後很辛苦 他就那個臉很厭世 我覺得選角也選得很好 因為郭雪芙就是自己很厭世的臉 你知道嗎 不管是對劉俊謙還是對其他臉 而且在外加他那個職業 他按摩那個酷水有沒有 對啊 後面我覺得有一幕 值得拿出來可能剪輯給評審的這個得獎場 最後他跟柳俊謙 柳俊謙又回來要約他出去 對 然後他就很少女的 比了手語 告訴他說 你的好我願意跟你出去 這整部 從最剛開始那個很厭世的撲克臉 到後面越來越 一點點解開 一點點解開 到最後回到少女 他單親媽媽回到少女的這個感覺 我覺得這個層次都做得很好 我只能說 戀愛真的可以讓一個女人發光發亮 雪芙我覺得表現的也是蠻好 也是很有機會 很有機會 最後賈靜雯 演的是周立文這個製作人的角色 他們這篇叫做真實故事改變 是 就是他是一個實境節目的製作人 跟我們這個曾靜華 他的小實習生 對 談戀愛 有點女高管 遇到了一個心花怒放的男生之後 產生的一點那種小東西 我自己覺得本來這個周立文的這個角色 會很像是他在我們女二的劇裡面 那個新聞錄的那個高階主管 感受上有點像 可是因為他增加了 要談戀愛的這個 情感面 而且他的那個談戀愛啊 你會很明顯的感受到 有點像是被 就是像水 觸動 觸動 對 你那個水 一點開 波紋 有涟漪這樣子 對對對對 我覺得是那種感覺 因為他已經是在這個很有地位的高級女製作人了 他也沒有小孩 他也沒有老公 而且他已經過了那個時間 他等於無後顧之憂嘛 對 有這個涟漪 他要不然這個涟漪散開嗎 那你覺得入圍的片段是什麼 我覺得其實有兩段都滿讚的 首先就是有一段是 曾經華跟他說 他總是那麼理直氣壯 閃閃動人 反正我就回他說 理直當然氣壯 就是一樣他那個 呃那個高傲的態度 制作人的感覺 那閃閃發亮的部分 謝謝你看到了 就是 喔喔喔喔喔喔喔 這他那個轉折就有了 他本來那個主管態度都還是在的喔 他一過來我覺得那個畫面 直接軟掉 他那個眼神就是融化 女主管的那個 那個防禦罩那個牆 就不見了 那個是演得出來的 好厲害 然後他們後來就有清潔室 清潔室就是 也可能會去 很好看很好看 對對很好看 畢竟在辦公室清熱啦 你就很難免有沒有人給你偷拍啊 又加上其他製作人要弄賈金文 就有點被誣陷說 是不是有性騷擾 對 員工的這個疑慮啊 賈金文就是直求對決 直接問曾經華說 你對我獻殷勤 對我好 只是因為工作嗎 我們不是你情我願嗎 什麼什麼時候 曾經華因為是年紀他很小 牙口無言 他不知道怎麼回 在大家面前一句話也不說 結果 然後賈金文就 人就直接走 轉身離開 按電梯下樓 曾經華在衝下去追 我跟你說 真的是好險有追上來 那個電梯一打開的時候 賈金文是這樣 對 因為只是他一刻一哭了 可以哭了這樣子 可是電梯到了 他就看到他在那邊 曾經華才就 抱著他說 他會讓大家知道 我喜歡你 我會讓我家人 我同事都知道我喜歡你 賈金文就要說 那你幹嘛為什麼不說 太精彩了 多多我好喜歡 我要辦給賈金文 因為重點是這四部 三部戲華麗嘛 此時此刻 有生之年 有生之年 這三部都很好看 我還是要先預測一下 我預測兩個啦好不好 我覺得 貴妹節或是賈金文 因為楊貴妹的面相真的太多 然後又有個人突破 賈金文是 我覺得也是一個個人突破 他本身放在這個角色上面 就已經超級適合了 而且我突然想到 是不是賈金文之前 也沒有太多的這種情熱戲 對不對 情熱戲沒了 他後來又再出來 開始演很多戲的時候 蠻多的角色都是這種 有一點點社會地位的女性 其實不太會有情熱戲 對啦 我其實是想投給 楊 楊麗茵 啊 我們有時候在看劇啊 你太沉悶也不行 你那個搞笑又不能出戲 我覺得麗茵姐 他就是做足了 好笑 該有的演技 你也看得到 然後故事線也看得到 然後他的相處 不管他對他老公 然後對他兒子 包括像剛剛講的對他媳婦 全部這樣比起來的話 喜劇節奏最加分 最強的真的是 麗茵姐 因為其他兩組 我覺得剛好是因為劇情的關係 可能沒有那麼多搞笑成分 可是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現代社會大家壓力比較大 所以會比較喜歡 會有輕鬆的劇 然後也有可以讓人省思的劇 所以 我獨頭 楊麗茵 哇 妳好感喔 好感喔 欸 現在是會怎樣嗎 哈哈哈 女主角的預測就是在這邊 如果你們也有覺得 你們的想法 你們想預測誰 或是哪些得獎場 你覺得我們沒有討論到 對 留言 沒錯 留言在底下 女配角的部分記得到 帶了OyeOyeDarren的頻道來看囉 如果喜歡這個主題的話 支持我的話 用這個點擊率讓我知道 我就知道明年可以再拍 多一點的話 我就男生的也拍 男主男可以也拍 但厲害一點 戲劇節目獎 我覺得戲劇節目獎很好預測 真的嗎 我就是看他 我通常喔 看他幾顆星喔 看入圍多少 通常都是入圍最多的那個 會得戲劇節目 通常嗎 通常嗎 我們就金鐘五九的時候見真章了 那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鍵 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們收看這影片見 掰掰 掰掰 為什麼今天劉冠鐺沒有入耶 對啊為什麼 飛沙人小說 劉冠鐺我覺得演得很好耶 我跟你們說 因為我跟他算是情敵喔 對啊 我們都很愛劉冠鐺 而且他的首席出名還是劉冠鐺 劉冠鐺有沒有看得到 有 哇哇哦 真的耶 然後是牙醫診所耶 做台風公秀 哈哈哈哈